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6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不满囤积疫苗 印度爆反美潮 印度陷入全球最严重的新冠危机之际 国内反美情绪高涨 原因是民众不满拜登政府 无视印度等国的困境 囤积大量疫苗 以维护美国优先政策 并持续禁止疫苗原材料出口 评为疫苗黑手党行为 根据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创新中心数据 美国囤积的过剩供应疫苗达到3亿剂 包括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 却要等候多年 才能让大多数的民众接种疫苗 也有人猛烈批评美国 在疫情危及时期 仍将疫苗专利置于挽救生命之上 勒斯会上周初发表一份 有百多名前国家领袖 和诺贝尔得奖者签署的信件 呼吁拜登政府放弃 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 将集体的安全权力 置于少数人的商业专利之上 有印度网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有印度血统的 美国副总统赫锦利及其子女 没有推动美国在疫情下 接受基本呼吁协助其他国家 却空谈人权和释放道德信号 另一网民留言说 拜登政府最近数周对印度不友善 包括阻止疫苗物料供应 那指印度是货币操纵国 美国战舰没有通报 而擅置闯入了印度水域 并发表针对印度人权和少众权力的负面报道 那难道这就是盟友所做的事吗 美国一些民间团体商界组织和议员 也批评华府囤积大量的新冠疫苗 美国商会上周五呼吁政府 紧急将囤积的疫苗供应 其他与疫情严重国家 数以百万剂的牛津疫苗 和其他救生用品供应 印度、巴西和其他疫情严重国家 疫情高级之际 受美国疫苗原材料出口禁令影响 印度还面临疫苗生产线停产的危机 令抗疫难上加难 分析人士就指出 美国持续叫停疫苗原材料出口 是美国优先的右翼列症 那这种做法不仅拖印度抗疫的后腿 也令环环相扣的全球抗疫进程 更加艰难缓慢 那不少专家就认为 加速疫苗接种是缓解危机的 有效手段之一 然而印度在疫苗产能源头上遭遇麻烦 去年4月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动用了国防的生产法 对疫苗生产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 该经令延续至今 印度新冠疫苗生产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进口原材料 美国的一纸禁令 无疑于卡住了 那印度疫苗生产的脖子 由印度媒体报道称 如果美国不提供37种关键原料 那印度的疫苗生产线 将在几周内停产 再来我们关注美国说 向印度出口疫苗原材料 及医疗设备 那路透社就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就宣布了 美国将立即向印度出口 冠病疫苗原材料 并为其提供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 以帮助印度应对反弹迅猛的疫情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就说 美国官员正在昼夜不停工作 那部署可用的资源和物资 以供印度生产冠病疫苗 并为数以百万基的印度冠病患者 和病患者提供援助 美国还将向印度运送治疗药物 快速诊断检测试剂盒和呼吸器 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就表示 美国可能考虑把库存数以百万剂量的 阿斯利康疫苗运给运度 换个焦点 新冠疫苗接种你需要了解的是个基本问题 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在全球铺盖 从最初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举是无敌 到至少8种疫苗 到获准使用的疫苗总倍增多 研发努力仍在继续 BBC报道 关于疫苗有几个需要了解的基本问题 包括可能会有哪些副作用 免疫力可持续多久 不同的疫苗怎么比较等等 一 疫苗能提供多少保护 疫苗其实不能提供百分之百的保护 也不能保证接种后不会感染传播病毒 英国沙里大学免疫学教授戴普拉·邓恩·霍德斯 就解释出 疫苗作用于人体的后天免疫系统 又称获得性免疫 接种疫苗之后 之所以仍有可能感染并传播新冠病毒 主要因为评估疫苗效力主要通过观察接种后 是否出现增状而不是有没有感染来衡量 而无增状感染是新冠病毒的一大特征 他就指出 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 现有的疫苗不管是打一针还是两针 能够阻止病毒传播 大部分的疫苗完全接种需要打两针 因为第二针疫苗才会激发第二阶段免疫反应 产生长期的免疫力 那再来疫苗有哪些副作用 接种疫苗通常会有一些常见的副作用 而这证明说 疫苗正在起作用 成功激活了身体自我免疫反应 也有罕见的副作用 既出现了概率较小的 对疫苗的反应程度有轻有重 那被疫苗触发而自然释放的化学物质 叫细胞因子和区化因子 也称为区化激素 区化素是细胞分泌的蛋白信号 激活免疫反应的化学物质 让人感到不适但一般不会严重到干扰日常生活起居的程度 而且大致三天后症状就会消失 那接种疫苗后肯定会出现副作用的症状 那关键是程度 激发的免疫反应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必须恰到好处 在副作用和免疫力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几种主要疫苗已知最常见的副作用 包括扎针处、局部疼痛、疲乏、头疼及肌肉疼痛 其他不太常见的副作用 包括了恶心、发烧、胃寒 那接着随着接种普及 罕见副作用病例也开始增多 而罕见病例最引人关注的是血栓、症状 那涉及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和强生疫苗 但是新冠疫苗和血栓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存在 那么诱发机制是什么 目前尚无定论 那再来我们来了解疫苗效力可维持多久 那对轻症和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 不同疫苗的有效力各有所长 职验室环境下的效能 以实际应用中产生的效力会有差别的 那在实际应用时 疫苗的效力可能会受接种对象的年龄 身体状况 本身有没有疾病的因素影响 由于病毒和疫苗都问世不久 因此目前很难推断各种疫苗的长中期效力 但一般认为 大致上可提供半年到一年的免疫保护 2021年初美国加州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 发表研究报告称 新冠病毒感染者痊愈后自身免疫力 能维持至少6个月 英格兰公共卫生机构的发现是至少5个月 那疫苗提供的免疫力和感染后 自然产生的免疫力大致相同 但持续时间因个人体质和健康状况不同 可维持的时间有长有短 英国莱斯特大学病毒学家朱利安·唐就表示 疫苗免疫力大致可持续6至12个月 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自身情况 那以及疫苗的种类 美国美奥诊所医学中心的分子医学教授巴德利 就认为疫苗的效力和免疫力可能持续几年 但对变异毒株感染病例和患者接种后的反应密切观察非常重要 那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不同疫苗怎么比较 有的疫苗对重症的免疫效果剩余对需要助治治疗的重症保护 那有的则相反 有的常见副作用较多 但出现严重副作用几率较小 有的常见副作用较小 但程度较重 那比如病途载体类疫苗可能会引发淋巴肿大 但重组蛋白疫苗则不会出现这个反应 那除此之外 疫苗之间的比较涉及储存 运输 接种剂量 次数 供应状况和价格等多种因素 各国政府制定本国疫苗接种推广计划时 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考量 包括成本 政治和外交因素 那总体而言 各国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将密切观察是否有新变异毒株出现 那并评估现有的治疗方法和疫苗是否有效 美国梅澳诊所医学中心分子医学教授巴德利就表示 没有百分之百有效的疫苗 那疫苗的保护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毒变异情况 再来我们一起换个焦点 印尼失联潜艇断成三截 53名船员全罹难 那印度尼西亚军方昨日就表示 失联的印尼潜艇已经在巴厘岛北部水域的海底被巡获 并断裂成三段 那53名的潜艇人员全数不幸罹难 印尼海军参谋长尤多与印尼国民军总司令哈迪 昨晚召开联合记者会说 在外国海军的协助下 印尼海军将把潜艇的残骸打捞上来 哈迪就说 从出事的地点起货的证据显示 所有的潜艇人员已经罹难 那尤多就表示 新加坡潜艇资源及拯救船通过遥控摄像机在850米海底深处巡获潜艇 这个深度远远超过了潜艇下潜深度的极限 那目前还不能确定潜艇出事的原因 不过尤多排除了发生爆炸的可能 他说 证据显示 潜艇是裂开并非爆炸 如果是爆炸 它会炸成碎片 裂开是逐渐出现的 从它下降到300米 再到400米 再到500米 如果爆炸了 深纳就能停到 那印尼海军怀疑 潜艇可能在下潜过程中停电 导致控制系统失灵 无法实施紧急程序而失控 从而降至数百米深的海底 接着我们来关注 欧盟说完成疫苗接种的美国游客 或可在夏季自由入境 那路透社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就表示 只要美国游客所接种的冠病疫苗 是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的疫苗 那该联盟27个成员国 将无条件批准他们入境 欧洲药品管理局 已给予在美国使用的三款疫苗 紧急使用授权 那即辉瑞、BioNTech、莫德纳和强生疫苗 它没有再说明 欧盟将在何时向美国开放边境 那为遏止疫情 欧盟已禁止非关键旅行超过一年 那本月早前 欧盟成员国同意启动冠病旅游通行证 让已经接种冠病疫苗者 冠病康复者及冠病检测 结果呈现阴性者 更容易旅游出行 接着我们来关注中国疫苗效力惹质疑 秘鲁前总统接种后仍确诊 那秘鲁的前总统 马丁·比斯卡拉 因去年10月提前接种中国国药疫苗 引发丑闻 但接种中国疫苗 并未能使其避免感染新冠病毒的命运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中国疫苗效力如何 可能会在这个秘鲁引发严重的质疑 那比斯卡拉周日发推文就表示 尽管采取必要保护措施 避免把病毒带回家 但自己和妻子都已检测呈阳性 他表示 我的家人都已采取隔离措施 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那现年58岁的比斯卡拉 数周前陷入了接种门的丑闻 今年2月媒体接出 他和另外470人 在秘鲁全国正式启动接种前 就已在10月份提前接种了中国国药疫苗 这一丑闻导致秘鲁卫生部长 外交部长等人遭辞职 比斯卡拉否认利用权势提前接种 他声称他的兄弟妻子和他 参与的正式接种前的临床实验 那这位前总统同时还被指出 在2011至2014年担任州长时 涉嫌贪腐 那秘鲁国会在去年11月通过弹劾 罢免了他的总统职位 法新社报道就说 秘鲁前总统 比斯卡拉确诊感染 可能再度的在秘鲁引发该国购买的中国国药疫苗 是否有效的问题 那秘鲁目前正经历着第二波的疫情袭击 该波疫情主要是由巴西变种病毒引发 那根据最新统计 这个有着3300万人口的国家 目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170万人 59,440人死于新冠病毒 新闻的最后我们把焦点转向泰国 那泰国曼谷局部关闭14天 泰国近日疫情确诊个案逐增 那周日增2438例取确诊 那周六增2839例 那其中有超过半数1582例来自首都曼谷 曼谷市政府当晚就宣布 关闭市内31类场所和活动 且民众外出一律戴口罩 上述的防疫禁令从4月26日起生效 为期14天 那彭沙公就说早前曼谷已关闭 全市高风险场所 但随着疫情延烧不止 情况更加严重 室内确诊病例翻倍增加 那故传染病委员会 必须颁布更严格的防疫规定 在26日起必须暂停营业的场所及活动表 例如 戏院、水上乐园、动物园、溜冰场、撞球场、保龄球馆 公共游泳池、健身房、展览场馆 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泰拳场、泰拳学校 纹身店、佛牌中心 泰式传统舞蹈表演场等等 那包含戴口罩规定与上述防疫禁令 从4月26日起将生效 为期14天 好的呢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了